阳间作恶 阴间受罚 在阴曹地府当过差的都知道 十八层地狱酷刑 一个比一个惨不忍睹 什么倒算泥了 什么五马分尸举高高了 什么铁棒额头磨成针了 但这些只是开胃菜 比如那些生前买卖假药的鬼魂 来到阴曹地府后 被罚在毒水中饱受腐蚀之苦 并且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而那些生前放高利贷的鬼魂 来到阴曹地府后 会受无数个金元宝砸死之刑 那些生前偷鸡摸狗的就更惨了 不仅要受火烤之刑 而且还要受万简穿心剁手之刑 再比如生前搬弄是非 长蛇之父 来到阴曹地府后 会受一分为二之刑 善恶中有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而那些生前贩卖人口的鬼魂 来到阴曹地府后 则会受到天火阉割之刑 听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简直是让人头皮发麻 而那些生前嗜酒如命 酒醉悟事还悟了宝贵生命的 以及因醉酒而残害别人生命的 来到阴曹地府后 都会在醉梦池中永世不得超生 如果有十八层地狱的话 你最想把谁给扔进去呢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有趣的电影 记得告诉大牙 咱们下期见